在温度零度C分别测量一末的氢气甲烷二氧化碳 三种气体的体积跟压力 那把它的结果做成PV水NRT跟气体压力关系图如图一 那其中大体有温度 在压力一大加分别测量一末这三个气体 它的体积跟温度 那一样把结果做成PV水NRT跟温度的关系图如图二 那这两个图的虚线呢皆是理想气体 那根据这两个实验结果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A选项询问温度零度C三种气体中甲烷最接近理想气体 那我们以这个图形来做参考 那图一呢是零度C的实验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出氢气那最接近这个虚线 那也就是最接近理想气体 所以并不是甲烷A错误 再看B压力一大气压跟常温时三种气体中 氮气最接近理想气体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图二这是一个大气压的时候 那在常温就是25度C298K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看出来最接近这个虚线应该就是氮气 所以B选项看起来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C 由图一体积相当小的时候三种气体都相当接近理想气体 好那图一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气体在体积很小的时候 那什么叫体积很小呢 一就是压力很大 压力大体积小 所以可以从图一看出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三种气体的曲线都是往右上写率是正的 所以压力越大偏离越多 所以看起来C是不对的 接下来看到猪 由图二右边的图 温度相当高的时候三种气体都相当接近理想气体 那图形越往右边温度越高 大家都从偏离很多变成越接近虚线 所以看起来猪选项应该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1 由图一图二可以获得结论 压力趋近于零大气压 温度大于500K 三种气体都相当接近理想气体 那从这两个图形可以看到 压力趋近于零就是低压 左边图就越靠左边 温度趋近于500K 就温度越高的时候 右边图来说越高 所有气体都比较接近理想气体 所以可以从这里判断 E正确F错误